古印度有一个福提国 国王名叫生王 他有四位夫人 各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大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摩 二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曼 三夫人生的儿子叫婆罗陀 四夫人生的儿子叫聂愿恶 国王年纪健大 于是准备将王位传给长子罗摩 但国王非常宠爱三夫人 他对三夫人说 你想要什么 只要说出来 我都可以满足你 三夫人听了 撒娇地说 真的吗 我要什么你都答应吗 国王说 当然君无心言 好 那我要你废除罗摩 改立我们的儿子婆罗陀为太子 让他接掌王位 国王听了 实在是左右为难 罗摩英勇威武 孝顺又贤能 是非常好的太子人选 没道理把他废了 但奢王一向信守承诺 该怎么办呢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 国王终于决定废掉罗摩 该由婆罗陀接掌王位 恶王子罗曼听到这个消息 十分气愤地对罗摩说 太不公平了 你受到这种耻辱 为什么不反击夺回王位呢 罗摩和颜悦色地对弟弟说 做儿子的不能违背父亲的意识 对付自己的父母和兄弟更是不孝和不义 罗曼听了觉得有理 就不再吭声 不久三王子普罗陀奉赵回国登王位 才知道国王已经驾崩 而两个哥哥已经被放逐到山山 当他知道是自己的母亲赶走两位哥哥 便生气地对他说 母亲您的做法太不正当了 败坏往事门庭 接着 普罗陀立刻亲自前往山山 接两位哥哥回宫 没想到罗摩说 我们听从父王的命令来这里 住十二年 父王生前没找我们回去 现在怎么可以随便回去呢 如果回宫 就成了违背负命的不孝子 虽然弟弟再三恳请 可是哥哥们早已拿定主意 坚决不从 普罗陀只好跟两位哥哥 各要了一双皮靴 回到京城 他将他们的皮靴放在寓座之上 早晚对着跪拜一次 还常常派人到山里 请求他们早日回宫 罗姆和罗曼听说弟弟 把自己的靴子当人一样敬重 每天跪拜 不仅泪流满面 终于决定回宫 最后普罗陀决定 哥哥是弟长子 继承父亲的事 也是理所当然的 国王兄弟 敦厚和睦的优良品德 感动了全国的黎民百姓 从此忠孝 团结 谦让 成了福提国的一种风尚 学佛多一点 兄弟姐妹之间 常有争宠或争吵的现象 做父母亲所扮演的角色 非常重要 是一个公平的角色 许多纠纷就是从父母亲的不公平开始的 因此父母亲一定要谨慎处理 免得孩子的不平之名 酿成未来社会上的大问题 佛教经级经过不断整理 编转 汇集成一部全书 称为大藏经 它的内容主要由 经、律、论三部分构成 因此称为三藏经 经指释迦摩尼指导弟子的理论 律是佛陀为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守则 论是佛弟子为产名 经律理论的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